中国政协主席宣布 未来台湾民众到大陆是要给免签证的 同时会把资本的台报证换成卡式 加速通关也必于大家攜带 那有人认为这真的是增加了便利性 但有人很担心 个资会不会因此被中方一手掌握 而这会不会也是一种政治手段 机场大厅里不时能见到 准备要出国的民众 由建于两岸开放后 交流日益频繁 前往大陆旅游经商的民众一年比一年多 现在中国方面再是善意 中国政协主席于震申 出席一场两岸论坛时宣布 未来台胞赴大陆将免签证 同时是时候实行卡式台胞证 就是方便攜带而已 像我们对往来台湾大陆这样的话 方便很多 会更快 对啊 但是被他们统治得也很快 虽说这能省去厚厚一本台胞证 随身攜带带来的麻烦 同时也能加快通关速度 的确便利不少 但就怕个资 因此遭到中国官方一手掌握 连学者也认为 对某些人而言 带来的不便 恐怕比便利还多 有涉及当地相关的一些刑法 或一些相关记录的时候 我们会担心就是说 是不是一刷了这个晶片卡之后 这些相关的资讯就会全都录 那是不是呢 录包证也一并的也要变成卡片跟晶片式 尤其近期中国财政筹备 换发新式身份证作业 这时又释出消息 时机点也太过巧合 我觉得国家要求怎么办就怎么办 其实国家要求这样的话 我们也改变不了什么 如果以后变了以后 变成一张卡 或是全部在一起了以后 任何一个单位 只要你进去以后 你的个人资料就怕熄灭 毕竟台包证规格如同护照 如今中国释出战役 变成了卡式 是世界首创 也多少引来之一 这换阵目的 难不成是中国再对台湾人 发放身份证 借台北最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